当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家里清清爽爽 干干净净 简简单单 空无一物 感觉一切 岁月 静好 但是当孩子们放暑假在家的时候 这就是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 我的普通生活 孩子们不在家的时候 享受空无一物的独处时光 孩子们在家的时候 让他们尽情地玩 尽情地吵 尽情地闹 今天的视频 纪念一下孩子们上学的时候 我一个人在家的简单午餐 因为从今天开始 两个孩子开始放暑假了 我的岁月静好的日子 暂时先告一段落 又要回到柴米油盐 脱家带口的 充满烟火气的日常生活中 我相信大家应该早就体会到了 保持家里整洁的秘密就是 老公去上班 孩子们去上学 但是即使孩子们去上学 老公去上班了 家里物品太多的话 打扫起来还是不那么容易的 所以还是推荐大家过简单的生活 让我们的整理打扫 变得更加的简单和轻松 开始我一个人的简单午餐 意大利面配蔬菜汁 一个人在家吃饭的时候 总是想着能简单就尽量简单一点 我的早餐和午餐都是吃的比较少 但是晚餐我不会限制自己 晚餐一般和家人一起吃 所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没有太多的限制 但是因为早餐和午餐吃的少 可能晚餐放纵自己吃 也不怎么长胖 我每天都会称体重 如果体重增加过快的时候 我就会少吃一点 但是平时其实没有过分的节食 也没有过分的放纵自己 生了两个孩子快四年的时间 体重一直保持在四十公斤 正负一公斤以内 今天的午餐也是家里有什么就做什么 这个玉米是之前超市玉米很便宜的时候 买了许多 然后处理一下 冷冻起来 当家里蔬菜不够的时候 就会拿出来代用一下 这一杯颜色比较深的是蔬菜水果汁 里面是含有蓝莓的 所以颜色比较深 我一般是不喝很甜的果汁的 但是像这种完全是蔬菜和水果配合而成的果汁 我还是会喝的 因为它里面的甜味是水果的自然甜味 虽然都是含糖的 但是感觉这种糖比人工添加的糖 要对身体温柔一些 这就是我今天中午简单制作的意大利面 冰箱仅有的材料简单一起煮一下 然后放一些调味料 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 今天的调味料的味道是酸菜和芝麻 然后有一点辣辣的味道 比较符合我的中式口味 那我就开始一个人静静的吃饭了 暂时告别一个人的独处时间 迎接孩子们的暑假开始 暑假虽然很热 孩子们在家很吵 但是我们自己同年中 记忆最深刻最快乐的 就是暑假的时间 所以不要在乎家里太乱 也不要在乎孩子们太吵 让孩子们享受快乐的暑假吧 母亲在进行 我們要走 我們要走 3分钟 喂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